藻礁的問題 限制他三萬多票 三萬多個連署書 就達到他們希望的35萬 我認為是可以達到的 但是我覺得35萬可能還不夠 因為這中間可能有簽錯的人 會被踢掉很多 尤其行政部門 中選委一定想辦法踢 能夠踢就一定踢 所以我認為目標應該放在45萬 甚至喊到50萬 連署人越多 就表示支持力量越大 表示他越重視這樣的事情 這次也是給1450一個教訓 到處出巢 到處抹黑人 結果就是這樣 反而引起反彈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過頭 服務院黨一起出來阻擋 你什麼意思嗎 他現在也不過就是 讓這個公投成案 然後將來應該要辦五場辯論會 你們自己可以去辯論 就像當年陳秋冰搞公投 我們搞反公投 蔡英文跟陳文獻 我跟郭正亮有五場辯論 那是辯論去談啊 政府有什麼意見拿出來談啊 你現在阻擋這個連署 而且去抹紅人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當然我也看到長老教會退出了 我覺得還是要感謝長老教會 在第一時間加入連署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 上帝 創造了這麼美麗的藻礁 七千多年才形成 不應該 讓凱撒把它毀了 大家知道 上帝歸上帝就是上帝是上帝的 凱撒是政府的 行政的 人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張老教會退出可惜啦 不過還是謝謝他們在第一時間的參與 那我就講這個事情真的沒有藍綠 環保事情沒有藍綠 藻礁這事情也沒有藍綠 那只是價值判斷 到底你該不該這地方 毀掉藻礁來建第三天然氣的接收場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等於我會自己到這個荒野協會去連署 那也是藉這個動作啦 希望能喚起更多人來響應 那我們自己這邊有五十幾分的連署書 我們中網同仁寫的 我們等等會一起送過去 一起送過去連署書 高 七十幾分 七十幾分連署書 那裡我們這個大樓的租戶 南山啊 人壽我們都發了 其實已經寄出去一批了 在上禮拜放假前已經寄出一批 那今天又收了七十幾分 我們會一起帶過去 好謝謝大家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了解 趙先生您好 我是信傳媒的胡志凱 想要請問就是說 您上個禮拜有跟趙春山教授 還有金普聰先生一起做個談話和討論 那當時您有提到希望 中共的飛彈不要對準台灣 那去對美國關島 那想請問您當時講這個是開玩笑的嗎 那還有美國方面會不會有一些 對您有一些疑慮這樣子 謝謝 他反正 那飛彈總要對個誰嗎 他已經有三千多個對不對 號稱我不知道 說是三千多個對台灣 那中共常常講說不是對台灣 他不是有講過嗎 說不是對你啊 那對誰呢 所以基本上 他對誰我真的沒意見 不要對台灣 那也不一定要對關島 那總要對個誰 那他對哪裡呢 那因為他講 他既然不是對台灣 那他對誰 那顯然是對美或日 如果你這樣推演的話 那沒有其他國家 所以我只是順勢這樣講 那最重要是不要對台灣 就是對台灣 雖然有人講說 就算不對台灣 他到時候也可以轉過來 也是 那個是激動的 那總是一個心理上的對不對 那你就對著我 台灣人心裡會 會高興嗎 一定不會嘛 好不好 還有哪一位 想跟董事長請教 就是今天聯聖文 早上我在臉書發了一篇文 他說黨主席 不應該爭取公職選舉提名 然後這個公職選舉提名 外界好像覺得說 是不是在對江啟成長 那您之前有選過 就是有說過 想要選黨主席 那現在卡在這個 的一年條款 那您怎麼看 後續的發展 所以我的一年條款 還是要看嘛 就是說他們看他們 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我是覺得 黨主席能不能選總統 如果他們認為說 黨主席 不能選總統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你問 沒有一個制度是百分之百 黨主席 不選總統 當然大家認為說 他在 浮選的時候 可以 可以就是說 在自訂遊戲規則 可以自訂 比較公平的遊戲規則 不會把自己的利益 算進去 那 譬如說 如果說 黨主席覺得我自己 可以控制黨機器 他也說 我黨員的 這個 黨員的 民調 或是意見 就佔比較多比例 類似這樣 那認為可能不公 不過以前我記得 黨主席如果下來選選選舉的時候 他好像也要請假 公正也是要請假一段時間 由副主席來代理等等 黨主席去選 也有他的好處 不像以前馬英九是黨主席 他去選總統 那選上了 那 那我 那我認為就是 如果 他如果要修改的話 他應該定在黨章裡面 因為現在他們不都說 我們 我們規定怎麼樣 就按照怎麼樣走 那既然 如果現在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說 黨主席不能去選舉 那黨主席就沒有 沒有道理被束縛住 如果 他們覺得說 黨主席應該不能參加選舉 那就修改 修改規矩 黨主席的 什麼 什麼 什麼參選辦法 就寫啊 黨主席如果 如果這個參加黨主席 當選黨主席以後 不得 參與任何這個選舉 他可以寫 把這個寫進去 就看他 但是如果沒有 沒有 就是 法令 就是黨的法令 沒有規定的時候 那你也很難限制 嘛 他現在就在跟你宣誓說 我不選 他都要選 你也沒辦法他 政治人物 出了煩惱的 講話變來變去很多 除非你寫 寫下來 那要不要寫下來 我們意見 就看他們自己覺得怎麼樣 哪一位 我想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提到這個鳳梨相關議題 您認為說如果現在跟WTO申訴的話 會有用嗎 那另外就是說 您怎麼去看說副總統 那現在他最近的一些談話 他說 多吃一顆 要大家多吃一顆鳳梨 或者是有些名字 說一天吃18公斤 您認為說這個蔡政府目前的處理態度是對的嗎 短期也許有效了 這短期嘛 你拿10億來買 一共你也不過就是14 14億多 要有10億也差不多了 所以短期可以 但長期不是個辦法 你不可能 我剛講過你鳳梨接下來 你蓮霧怎麼辦 你芒果怎麼辦 你四家怎麼辦 西式肉怎麼辦 柳丁怎麼辦 那一連串的 我也講說你 今天吃這麼多 18公斤鳳梨 那明天要吃18公斤四家嗎 後天要吃18公斤的柳丁嗎 我就想 那我們通通不要吃別的 我們就每天吃水果餐就好 所以這是短期 其實從某個角度就是 就是 也是很民粹的講法 其實是這種民粹講法 沒關係 我們都把它吃下去好了 等等 那老共不接受 我們的豬肉產品外銷 我們每天吃豬肉乾 天天吃豬肉鬆 這不是辦法嘛 那只是 暫時發去一下情緒 到WTO去申訴 被認為說不可能 原因是因為 我們進大陸 六百多項農產品 而且你也沒有 你也不准大陸的鳳梨消台灣 那你不准大陸的台灣 大陸的鳳梨消台灣 大陸也沒有去WTO告你啊 那你今天要告他 大概不容易成功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不是告來告去能解決的 還是要兩邊 坐下來談 蔡英文現在不談是沒有道理的 哪有說 哪有一個 哪有你想想看 台灣一年賺他 一千四百零五億美元的順差 居然是不談的 遇到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這很奇怪嘛 總是要談的 無論如何 而且談是蔡英文的責任 蔡英文不談是他逃避責任 是他不負責任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談是你應該要做的事 什麼樣方式不管 你總是要找出一個方式來談的 不能說蔡英文就通通不談 那麼多問題不能解決 對不對 然後還是不談 這個算什麼國家領導人呢 這算什麼負責任的政府呢